东奥科技在线的学员 大家好 今天我们继续学习 2022年注册会计师考试 财务成本管理 零基础先修班的课程 我是竹江老师征宏 今天我们学习第六讲 企业价值评估 那企业价值评估 依然是属于投资决策的相关内容 只不过我们现在投资的标的资产 就变成了整个企业 那对于这个企业 我到底投资还是不投资 怎么做出评价呢 就看他企业的价值和售价之间是什么关系 比如说我算出来价值是一千万 售价呢只有九百万 那这种情况下我就投资啊 就相当于我花九百万买了一个 我认为值一千万的东西 思路很好理解 那现在价值怎么确定呢 价值这个概念我们不陌生 股票价值债券价值 价值就是这项资产 它未来带来的现金流量 我把它折现就可以了 但是如果用这个方法的话 对于企业来说 你需要确定它的现金流 你债券的现金流很好确定 但是你这个企业未来能够提供的现金流 不容易确定 所以这种方法呢只是一个理论上的方法 你现实当中想用这种方法的话 操作起来会有比较大的困难 你买卖双方它会围绕着现金流 这个问题啊展开讨论很难达成一致 所以我们还有一个思路 就是采用相对价值法 那我们这节课呢就会介绍这两个思路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思路 就是现金流量折现 那现在企业它们提供的现金流 怎么确定 我们需要从管理用财务报表谈起 但是啊 对于管理用财务报表这一块呢 我们并不展开去讲 因为管理用财务报表这一块 涉及内容比较多 我们这个零基础先修班呢 本身课实是有限的 没有大量的篇幅 大量的时间去围绕它展开讨论 但是这个管理用财务报表 确实又比较重要 很多同学学习注块财管 最难的他认为的 就是管理用财务报表相关内容 为什么并不是说管理用财务报表 它的思路有多么复杂 而是管理用财务报表 它涉及的项目啊 名称都很长 同学记起来可能非常困难 那我们在零基础先修班 主要理解它的思路 它的思路呢 就是在传统财报表的基础上 进行一个调整 那调整什么呢 就是区分经营和金融 为什么要区分经营和金融 其实背后的原理也很简单 我想对于一个企业 进行更深入的分析 就要把两者区分开 因为经营这一块的内容呢 它是更加的稳定 而且对于一个企业来说 是更加的可控 金融方面的内容 波动性比较大 而且企业对于金融方面内容 是很难施加影响 你比如说我是做实业的企业 我生产手机 那我现在有多月资金 我投资于股市了 那形成的这些资产呢 对于我来说 就是金融方面的资产 那你说这个股价的波动 我能不能施加控制 我很难施加控制 所以金融方面的资产 它价值的波动 我很难施加控制 金融方面的随意这一块呢 我也很难去施加控制 所以我们要把这两者拆分开 好 这样我们就理解了 管理用财报表的整个思路 那现在我想要得到 这个企业它未来的现金流 我先从这个表开始说起 这个表大致的结构 同学们一看呢 觉得非常熟悉 左边就是资产 右边呢 就是负债和股东权益 所以它整个结构 和传统的资产负债表 是非常像的 那我们这个表 就是管理用的资产负债表 左边呢 是经营资产 刚才我说了啊 管理用财报表 就是做一个调整 经营金融区分开 那现在左边这个资产呢 它是一个经营相关资产 而且是净经营资产 那什么叫净经营资产呢 就是经营资产 减去经营负债 比如说厂房设备原材料 这是经营性质的资产 是用于经营的资产嘛 那经营方面的负债有哪些呢 比如说我现在欠供应商的钱 我现在欠职工的薪酬 那这些都是经营方面的负债 两者一减就形成了净经营资产 总之这就是资产 那资产由什么形成啊 由资金形成 右边负债股东权益 这就是资金嘛 咱们这儿啊 对于净负债不展开去讲啊 总之右边是资金 好 它形成了左边的这资产 那现在呢 我就是对于左边的经营资产 开始实加控制 实加管理 经营运营这些资产 这样呢 它就会带来现金流 带来的这个现金流 我现在称之为是 营业现金毛流量 因为你把这些资产经营了 用于营业了 它会带来这个现金流 那这个现金流怎么得到呢 它是用税后经营净利润 你看管理用财报表了 现金概念就非常长 但是你理解它本质之后 你把这个名称拆开看 你看它也是经营的利润 因为这个利润表 管理用利润表 我们也是把损益 拆分成经营金融吧 那现在你这个资产 都是和经营相关的 所以你形成的 我们说全能发生之下的 这个利润呢 它也是和经营相关的 它是一个经营利润 只不过呢 我需要把所得税也要剔除掉 因为你要交这个税嘛 所以我要把所得税剔除掉 经营方面的所得税剔除掉 这叫税后经营净利润 但是这个概念 它毕竟是全则发生制下的概念 我要的是一个营业现金毛流量 你先不看这个毛字 它也是现金流啊 所以我要从全则发生制 调整成收复时间制 那接下来我要把折旧与摊销 这是非复现成本 我要把它给加回来 这个思路啊 我们之前其实遇到过 我们在讲项目现金流量的时候 也是要把折旧与摊销加回来 好 这样呢 我就从全则发生制 调整为收复时间制下的现金流了 这个还是比较容易理解啊 那但是我起这个名称叫营业现金毛流量 为什么多这个字 也就是说这个现金流 它还不是我自由可以支配的现金流 还不是可以下一步去分给广义投资者的现金流 你不能说我拿这个现金流 咱举个例子啊 还是小豆公司吧 他现在啊 算出来这个营业现金毛流量是100万 就这100万 你还不能直接分配给股东 分配给债权人 你可以把右边债权人股东 看作是广义的投资者 大家都投入资金才形成这些资产 你还不能分 为什么不能分呢 因为你还有投资 你没把投资减掉 你生产经营过程当中 你肯定要有新的投资 你要更新 比如说设备 那这种情况下 你还能持续经营 所以我们现在得到这个毛流量 下一步要减去相应的投资 然后才能去分给广义投资者 只不过这个投资呢 有短期的投资 有长期的投资 短期的投资是什么呢 是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你看这名称比较长 听起来非常难理解 我们带入例子 比如说刚才算出来的 营业嫌疑毛流量是100万了 那接下来短期的投资 比如说这个短期投资 就是我购买了一些原材料 这个原材料它是一个增量 比如说去年这原材料有10万 今年我多买了一些 为什么多买呢 可能我觉得现在原材料价格出于一个低位 我多采购一些 多储备一些嘛 好 我多买了5万的原材料 但是要注意啊 我们多买5万的原材料 并不是说我就有5万的真实的现金流出 因为我是一个企业 我采购这个原材料 它不是现款现货 好 那现在我买5万 但是欠着供应商1万 注意啊 我是多买这5万 又多欠了供应商1万 所以呢 我真实的现金流出 是4万 那这4万呢 就是短期的投资 就是这个经营营运资本的增加 可能我去年有10万 去年有10万呢 它已经形成了 我今年额外投入多少 我额外多买5万 但是实际现金流就4万 所以这4万是一个真实的流出吗 你要从这个现金流 营业现金毛流量当中 好 先把这4万减掉 这就是啊 我们考虑的一个短期的投资 那从营业现金毛流量 减去这个4万的短期投资 减去经营资本增加之后 现在得到了一个概念 叫营业现金净流呀 但是呢 我还没考虑长期的投资 还要减去资本支出 你比如说啊 小的公司 它现在买了一台新的设备 买这台新的设备 一共花了20万 比如说我就是当年年初买的啊 花了20万 但是这20万 我们要拆开来看 因为你现在分析这个管理用财务报表 它是从传统财务报表调整过来 我年初花20万买 但是到了年末 你是不是要提折旧啊 那你要提折旧的话 那可能账面上呢 这个资产就变成了 18万 我一年提2万的折旧 但是你想一想啊 今年最开始 我真正的现金流出可是20万 所以我要算这个资本支出 这个现金流出 它应该是到了年底 好 账面涨胜 18万 当年提了2万的折旧 这个我要加在一起 这样才得到我最开始现金流出 我买这个设备一共花了20万 这就是资本支出 那从这100万 营业现金毛流量 好 减去这4万 再减去这20万 100 减去一个24万 这样得到76万 这76万才是实体现金流量 才是自由的现金流量 才是你可支配的现金流量 那我们现在啊 要的就是这个现金流量 好 那我们理解整个思路就行了 具体的这些概念 比如说啊 什么是税后经营经利润 什么是经营运资本 什么是这个经营性长期资产 这个我们在基础方面在讲 其实整个思路还是比较容易理解 我们刚才讲的是一个企业例子 那对于一个个人来说 也是同样道理 你比如说啊 现在有一个同学小王 他现在整年的这个损益这一块 或者说收入这一块 包括两个部分 一部分呢是工资薪金 另外一部分呢 买彩票的收入 那现在我们如果 把它整个的这个收入 现在调整为管理用财报宝的这个思路 也就是说 彩票这一部分我不考虑 这一部分 它不是稳定的 它不是你小王可控的 你再努力工作 你彩票这一部分收益呢 你也不能施加影响吧 好 所以我只看他工资这一部分 他工资这一部分 一年是多少呢 一年 假如说每个月工资两万 一年是24万 那这24万 是不是就是他可供支配的 是不是这24万 他下一步说 我想全部捐给消防工资 我就全部可以捐掉 并不是 你还要考虑到 你整年一些日常的支出 短期的日常的支出 柴米油盐 出行的支出 好 这个你要减掉 比如说一年五万 另外你当年可能还想买一个大件的资产 比如说他想买一辆小车 花了十万块钱 那这样减完之后 剩下来的才是他可以自由支配的 才是他说捐 希望工程就可以捐掉 其实我们现在谈这个企业的信息流 也是整个这个思路 就从营业现金毛流量 好 你可以理解 这个就是我动用这些经营性质的 资产 我们称之为 这准确来说是净金资产 我运用这些资产 得到了这个营业现金毛流量 然后减去一个短期投资 再减去一个长期投资 好 这样就得到了实体现金流量 那拿这个76万的实体现金流量 接下来呢 我就分配给广义投资者呀 这就是可供分配的 自由分配的嘛 那我接下来就分配给谁呀 分配给股东 还有债权人 那现在分配给股东的这个现金流 我们称之为是 或者说啊 属于股东的这个现金流 我们称之为是股权现金流量 股权现金流量呢 听我说的一句话 是分给股东的啊 分给股东的 我们用正号来表达 从股东手里筹集到 我们用负号来表达 鼓励分配 这是整个公司分配给股东的 所以它前面应该是个正号 然后呢 股票发行 前面是个负号 为什么 股票发行应该是 股东手中的资金 现在给了谁 给了公司 所以它前面是个负号 那股票回购呢 也是公司出钱 从股东手中回购 所以它前面呢 这个现金流是从公司留给股东的 所以它前面现金流是个正号 这一部分是股权现金流 那还有一部分呢 它是要分配给债权人的 这部分我们称之为是债务现金流呀 注意还是这个思路啊 公司分配给债权人的 这前面是正号 比如说税后的利息费用 这是从公司给到债权人吗 那如果说是净负债的增加 也就是说我现在从谁啊 从债权人手里 我又募集新的资金 那这一部分是金融的 是和仇字相关的啊 这个负债 它不是刚才我们说的 经营性质的负债 不是我欠供应商的 而是我从债权人手里募集资金的啊 那如果你从债权人手里 又募集资金 这是债权人手中的资金 流向了企业 所以它前面有个负号 这样就构成了等式 这个自由支配的现金流 那最终呢 就是分配给了股东 还有债权人 只不过呢 我们是先要满足债权人的需求 那剩下的就是都是留给股东的嘛 分析完现金流之后 接下来你就需要做折线这些工作 只不过折线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分子分母相匹配 就是现金流和折线率相匹配 我们可能需要计算股权价值 或者说我们要计算整体价值 为什么要计算股权 计算整体价值呢 因为我们在购买一家公司的时候 你可能是资产并购 我只买这家公司资产 你从资产负债代表去看待这个问题 我可以说啊 把你这家公司左边的所有资产买了 这种情况下 我关心的或说我要计算的 可能就是你的实体价值 因为你左边资产形成的就是实体现金流量 或者叫自由的现金流量 那也可能我只采用股权并购 我只购买你这一部分股权 那这样呢 我就需要计算你这个股权价值 那计算股权价值 采用的这些现金流呢 这就是股权现金流量 好 那现在这个股权价值在计算的时候啊 有两个公式 一个呢 是股利折现 就每一期的股利全折现 另外一个公式呢 是每一期的股权现金流量折现 那股利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 这两者之间是什么关系呢 股权现金流量是归属于股东的 但是呢 归属于股东的并不代表 我当期全都分了 如果说归属于股东的现金流是100万 但是呢 当期只分了50万 那这50万这就是股利现金流量 这100万呢 是股权现金流量 好 那为什么还要拆分成这两个呀 这个可能对于一些股东来说 他诉求不一样 有一些股东我不差钱 你分不分这个无所谓 我不太关心你分不分 我只关心这个东西属于不属于我 这种情况下用的就是股权现金流量折现 那可能有一些股东呢 我投资你这家企业 我就是想获得投资收益的 我就是奔着股利来的 所以在这些股东眼中啊 他更关心的就是股利现金流 所以可能对于这些股东 他在计算股权价值的时候 他用的就是上面这个股利现金流量折现的模型 那现在股利现金流量和股权现金流量 它两者之间的关系 大家应该很清楚 如果说啊 当期归属于股东的现金流全分了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那这两个公式最终得出来的结果 应该是完全一致 好 那接着看实体价值 实体价值呢 现金流用的是实体的现金流 或者叫自由的现金流 也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一页现金毛流量 减去短期投资 减去长期投资啊 最终我得到这个实体的自由的现金流量 那他对应的这个现金流对应的折现率呢 就应该是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因为你这个现金流是整体的现金流 你对应的资本成本 你要看右边整体的加权平均资本成本 好 那最后我们再谈净债务价值 为什么要算净债务价值呢 刚才我说了 我可以资产并购 我可以股权并购啊 那现在如果是股权并购的话 我还有一种计算的思路 就是我看你的净负债上边这一部分的价值 我如果算出来整体价值 实体价值减去净债务这块价值 那剩下来不就是股权价值呢 这也是股权价值计算的一个思路 那净债务价值上边 对应的现金流肯定是债务的现金流 偿还债务的现金流量 下边对应的折现率呢 也是和债务相关的折现率 和债务相关折现率应该是等风险下 债务的资本成本 好这样呢 整个这个思路 现金流量折现这个思路 我们就给大家分析完了啊 对于整个这思路来说啊 其实最关键的就是企业 它的现金流怎么确定 同学们呢 可以啊 自己刻下画一画这个图 自己理解一下整个思路啊 具体的特别细的概念这一块呢 在基础班管理财报表啊 我们再展开去讲 或者说你现在 我先听啊 这个零基础先修班这块内容 听完你真正理解了 消化了 你说我想仔细的去研究一下 对应的这些概念 你再去听一下21年的基础班 你也更容易理解相关基础班的内容 好理解了第一种思路之后 我们来看第二个思路 相对价值法 那相对价值法 我要确定目标公司 比如说小东公司的价值 你直接现金流上折线 现金流上很难确定 那怎么办呢 我找一个相对的参照 我找了一个科比公司 这个科比公司和目标公司 小东公司 他们同行商业模式是一样的 公司规模基本上也一样 那现在我要确定目标公司 小东公司的价值 我就可以参照这个科比公司 而且这个科比公司呢 它是一家上市公司 也就是说市场已经自发的 对于这个可比公司的价值做出判断了 那我就可以利用相关的数据来确定目标公司 小多公司的价值 那现在上市公司有一系列市价比例 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 市盈率呢是用市价 比如说这可比公司是假公司啊 那现在市价是假公司的市价 除以假公司的盈代表的每股盈余 或者叫每股收益EPS 现在就得到了假公司市盈率 比如说是10 但是呢这个假公司可比公司 它现在和小公司基本上就一模一样 所以这个10 你虽然算出来是假公司的市盈率 但是呢我直接拿来用 我认为小多公司的市盈率也应该是10 那市盈率等于什么呢 小多公司的市盈率 这个10就应该等于小豆公司的市价 每股市价 除以一个小豆公司的EPS 这个10知道了 这个小豆公司自身的EPS 这个我也知道了 因为EPS就是每股收益嘛 我用这个当年归属于普通股的经历 我出于一个股数 这不就是每股收益嘛 那现在这个等于当中 10知道 每股收益知道 那小豆公司每股市价是不是就知道了 每股市价知道了 你再乘一个它的普通股的股数 那市值是不是就出来了 那如果说我用下边的市盈率 到底也是一样的 假公司的市价 出一个假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得到假公司的市净率 比如说是15 那这15 我就拿来直接用 小豆公司市净率应该是15 应该是小豆公司的市价 除以小豆公司的每股净资产 那这个每股净资产知道 15知道 两者一成 不就是小豆公司的市价吗 那市销率呢 是用市价 除以一个每股营业收入 或者说每股销收入 好 算出来结果呢 假公司市销率 比如说是8 那这个8我就可以用 构建等是8 等于小豆公司的市价 除以小豆公司的每股的营业收入 那这个每股营业收入知道 8知道市价是不净算的 所以相对价值法 思路还是比较容易理解 好 那接下来呢 我就用市盈率市净率市销率 来计算一下 这个目标公司的价值 但真正我们实际操作的时候 遇到了一个棘手的问题 我作为目标公司 我去资本市场上去找这个科比公司 谁是科比公司 你想想资本市场当中那么多公司 我怎么找啊 思路是这样的 我要用市盈率这个模型 市盈率就是市价 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要用这个模型 我先分析你既然要用它 它受哪些因素的影响 好 那接下来 比如说它受ABC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接下来我去资本市场 我就找和小豆公司啊 一样的 这三个因素一样的科比公司 那这样呢 我就能够找到科比公司 进而呢 去计算 目标公司 小豆公司的价值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到第一步 就是我要分析市盈率 它到底由什么构成 市盈率 关键因素是什么 找到它 进而才能从资本市场上 找到科比公司 这市盈率受ABC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那我就找市场当中 哪个公司ABC这三个指标 和小豆公司是一样的 进而去确定科比公司啊 好 那接下来我们开始整个分析的过程 首先每股市价P 我把它表达出来 这上写的是每股价值 其实就是理论上的市价 那现在这个理论上的市价 我根据哥登的股力增长模型来表达 哥登股力增长模型 上面是每股股力第一 然后除以一个股权资本成本 RS减G 好 你现在用市盈率模型 市盈率是市价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现在市价有了吗 刚才第一个市子 我们表达出来了市价 接下来呢 我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这不就是市盈域吗 也就是上边这个市子等是右边 我再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那现在等于是每股股力一 第一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然后下边是股权资本成本 减减减增长率 我再把每股股力这个第一 就未来第一期的股力展开 它就等于当期股力 乘以一个一加季 股力按照这个增长率 寄来增长 然后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下边是股权资本成本减减增长率 那现在D0除以一个EPS0 就每股收益除以每股股力啊 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这个得到什么呢 就是股力支付率 刚才我们谈到了啊 这现金流股权现金流的时候 股权现金流股力现金流 两者之间什么关系啊 你比如说我股权现金流100 然后呢我只分了50 那代表的意思就是股力支付率 就是50% 那现在每股股力就是分配的 现在每股收益是归属于股东的 那我拿分配的除以归属于股东的 这就是一个股力支付率 或者叫股力分配率 好 那整个市盈率 我做了一个分析之后啊 市盈率就等于这个市 那这个市子当中 关键因素有谁啊 你看它由谁构成吗 有增长率 有股力支付率 有股权资本成本 这股权资本成本 其实就是和风险相关 因为股权资本成本 它根据什么来 你把股权资本成本 看成是投资者要求的回报率 它是根据风险来的 所以整个市盈率 就受这三个影响 那我现在去资本市场 就找增长率 整个公司啊 这个增长率 股力支付率和股权资本成本 它现在和目标公司相近的 这家公司 那我就找到可比公司 那进而我们就可以用 市盈率去确定 目标公司 它的整个价值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道例题 小刀公司2021年 每股收益是0.5元 现在分配股力0.35 该企业的净利润和股力增长率 都是6% 就增长率计是6% 股权资本成本 这是10% 然后每股收益之道 分配股力0.35 用0.35除0.5 这就是股力支付率 是70% A公司和小刀公司 是类似的企业 也就是说 在这三个方面 增长率 股力支付率 还有股权资本成本 这三个方面 A公司和小刀公司呢 现在是完全一样的 现在A公司和小刀公司 是类似企业 2021年 这个A公司实际 每股净利是0.8元 现在根据小豆公司 它的市盈率 现在去计算 A公司的企业价值 也就是说 目标公司是A公司 小豆公司是可比公司 好 那现在呢 小豆公司 股力支付率是70% 那小豆公司的市盈率 我就可以算出来了 刚才咱们分析过吧 市盈率就等于它吧 就等于这一块啊 那现在我就用 一加增长率计 乘一个股力支付率70% 然后除了一个S减计 小豆公司的市盈率 就应该是这么多 就等于我不需要知道 小豆公司的市价 我现在就可以算出来 小豆公司的市盈率 我根据题目给的 小豆公司的股力支付率 小豆公司的增长率 小豆公司的股权资本成本 我就可以算出来 小豆公司的市盈率 那现在小豆公司的市盈率呢 就可以用作A公司股票的价值评估 那现在我评估A公司股票价值 就是用A公司 它2021年呢 每股收益是多少 0.8 用0.8乘以一个这18.55 这18.55就看成是A公司它的市盈率啊 用A公司的每股收益乘以A公司的市盈率 这就是A公司的股价 因为市盈率 它就等于市价除以一个每股盈率嘛 那现在这个每股收益 对于A公司来说就是0.8 那现在这个市盈率呢 是根据小豆公司相关的那三个指标 算出来市盈率18.55 那这个市价是不是就能算上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如果我利用市净率模型 到底该怎么操作 用市净率模型还是同样的道理 我对市净率要进行分析 现在先把每股价值列出来 这个大家很熟悉啊 还是戈登的估计自然模型 本质上来说是第一 除以一个RS减G 现在等式左右同除一个每股经资产 左边这个每股价值 你就可以看成是市价 理论上的市价 除以一个每股经资产 好 这就是市净率 它就等于这个每股股利 除以一个每股经资产 然后下边是RS减G 好 接下来把每股股利展开 每股股利1 这第一就等于D0 乘以一个1加G 你展开之后呢 我们来看上边这个分子 分子的话 你先把1加增长率1加G拿过来 然后是每股股利D0 然后我假设啊 插入一个数 插入一个什么数呢 每股收益 用D0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然后再乘以一个每股收益 除以一个每股净资产 好 那现在啊 这是1加增长率 那现在我用D0除以一个EPS 用每股股利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这是什么 这是一个股利支付率啊 那这一块呢 你用每股收益 除以一个每股经资产 那我现在把每股都去掉 你把每股去掉之后 就等于是收益 归属于普通股的净利 除以一个净资产 净利除以一个净资产 就等于净利 除以一个所有者权益 净利除所有者权益 这就是权益净利率啊 那现在市净率就等于这一块 就市净率受这三个因素影响 现在他就受 比如说股利支付率 权益净利率 增长率 还有股权资本成本啊 这四个因素影响 那我现在要找这科比公司 我就找这四个方面和我一样的 那我就找个科比公司了 好 那我们带入一道例题啊 小的公司2021年 每股收益是0.5 分配股利0.35 这样算出来 股利支付率70% 告诉你权益净利率20% 然后增长率6% 股权资本成本10% 那给出来这么多条件 我就可以算出来 小豆公司它的市净率 小豆公司的市净率呢 就应该是 我利用这个股利支付率 然后乘以一个权益净利率 然后再乘以一个一加计 然后除以一个RS RS呢是10% 股权资本成本10% 减去增长率6% 好 这样算出来 小豆公司市净率应该是3.71 现在目标公司 我要评估的是A公司 它的价值 A公司和小豆公司呢 是类似的企业 那现在这个3.71我就可以看成是A公司 它的市净率 好 那现在A公司给出来它的每股净资产是3元 那用这3 A公司它每股净资产乘以一个 这3.71算出来就是A公司股票价值 好 接下来我们用第三个对应的市价比例 就是市销率 那市销率我要看 它到底受什么因素的影响 市销率是由谁构成的 好 市销率是市价除以一个每股的营业收入 那市价这一块是理论上的市价 理论上市价 我用戈登古一字上模型来表达 还是这个第一除以一个RS减G 好 那现在呢 整个上面这个式子一是等式左右 我现在同除以一个每股的营业收入 这样呢 左边这一块这就是市销率 那现在每股股利 1也就是第一除以一个每股收入 再除以一个RS减G 这是等式右边 那我把这个第一展开 第一呢就等于D0乘以一个1加G 然后再除以一个每股收入 我们把整个分子这一块拿过来啊 我们分析一下 现在这个1加G就放在这 你要乘以这个1加G 那接下来是D0除以一个每股收入 D0除以每股收入0就等于是都是当期的 当期我们说2021年就是2021年的每股利出以2021年的每股收入 这D0我接下来除以一个EPS 就是D0每股股利除以一个每股收益 然后乘以一个每股收益 除以一个每股收入 那现在这一块这就是股利支付率嘛 这跟刚才一样 那现在这一块变成什么呢 你把每股都去掉 也就是说咱们现在EPS啊 不是每股盈余了 或者说每股收益了 是整个的收益 整个收益净利除以一个收入 这不就是营业净利率吗 所以整个市销率就等于它 市销率就等于 我不需要我再算市销率的时候 我现在就可以不看你的世界 我只要知道你这家公司的股利支付率 还有营业经历率 还有增长率 还有股权资本成本 我就可以算出来你一个理论上的 市价应该是多少 好 那现在啊 市销率它就受这几个因素的影响 有股利支付率 有营业经历率 有增长率 有股权资本成本 那现在我要找目标公司的话 我要找这个科比公司的话 我就找这四个因素 现在跟我一样了 这科比公司这四个方面和目标公司 这四个基本应该是一样的 好 我们代入一道例题啊 小豆公司2021年 每股收益是0.5 股利分配呢 是0.35元 这样算出来 股利支付率是70% 营业经历率是30% 然后增长率是6% 股权资本成本10% 接着到这儿 我们就可以算出来 小豆公司 它2021年的市净率 就是用股利支付率 然后乘以一个一加增长率 再乘以一个营业经历率 然后除以一个S减G 这个算出来之后 小豆公司的市净率 我就可以拿过来被A公司所用 因为两者啊 这个是类似的企业 A公司2021年实际的每股销入额是2.4 现在小豆公司的市销率 对于A公司是适用的 就可以直接拿来用 这5.56 我就可以看成是A公司的市销率了 那我现在算A公司股票价值呢 就是用A公司 它的每股销入额2.4 乘以一个这个市销率5.565 算出来是13.356 好理解了市净率市盈率市销率 这三公司怎么用 接下来回到现实当中 现实当中的还会有一个问题 你比如说我要用市盈率 那现在市盈率受三个因素影响 一个是股率支付率 一个是增长率G 一个是股权资本成本 但是现实当中 我找不着说一家公司 这三个指标和我完全一样 那该怎么办呢 咱们带上个例子啊 比如说我现在要分析小豆公司的价值 我找不着一个完完全全的科比公司 我现在找了ABC这三家公司 那小豆公司的这个股力支付率 比如说是50% 增长率呢 是8% 股权资本成本是10% 但是现在有ABC 这三公司 这三公司这三个指标并不是完全一样 比如说A股力支付率是45% 增长率9% 然后呢 股权资本成本是10% 然后B这家企业呢 可能是48% 10%增长率 11% 股权资本成本 还有一家企业C 可能是55% 12% 然后增长率可能是12% 那现在这三家公司 我算出来一个平均的市盈率 因为每家公司这三个指标 我就知道了 代工事 可以算出来各个公司 他们的市盈率 然后呢 再做一个算数平均 好 那算出来这个平均市盈率之后 我不能直接用 我在评估小豆公司价值的时候 我不能说用这个平均的市盈率 然后乘以一个小豆公司的美股收益 这是不行的 因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三家公司 这三个因素跟小豆公司并不是完全一样 那我就需要做一个调整 调整的时候 这三个因素当中 谁最关键 应该是他最关键 增长率最关键 因为我们考虑的是价值 价值是未来现金流量的限制 你在起点有一些差距 有一些不同 这个没关系 但是如果说你往后走 往未来发展的时候 这个速度差别比较大 增长率差别比较大 那就会越差越远 咱举个例子啊 比如说两个人跑步 两个人跑步呢 如果是在起点相差了20米 但是速度是一样的 好 那就会一直相差20米 你跑完一个马拉松 最终也是相差20米 那这个相差20米我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另一种情况 两个人在起点是一样的 但是速度差的比较多 一个人的速度是另外一个人速度的 二倍 那这样跑完下来 那差的就远了 你跑一个马拉松 跑来之后两人就差20多公里了 所以谁最关键呢 这三个指标当中增长率 这个是最关键的 我们先理解这个问题 好 那增长率最关键 接下来我对于这个市盈率要进行修正 他不能直接用吗 我要对于他进行修正 我就根据谁来修正呢 我就根据增长率来修正 现在用平均的市盈率 除以一个这三家公司平均的增长率 得到一个修正的平均市盈率 这什么意思 翻译一下 就是每1%的增长率 现在对应的市盈率是多少 那现在得到这个修正的平均市盈率之后 这是每1%增长率对应的市盈率 我乘以小豆公司自己的增长率 然后我就得到了 截止到这儿 我就得到了一个目标公司可用的市盈率 然后再乘以目标公司的美股收益 这样呢就得到目标公司的股价 这种就叫做修正平均市盈率 这种方法 好 接下来我们再看一种方法 去解决这个问题 叫股价平均法 还是刚才那种情形啊 ABC三家公司 但是呢 我根据ABC这三家公司 每一家公司我都求出来一个股价 求出来三个股价之后 我接下来做一个平均啊 比如说我要评估的是小豆公司的价值 找到一个A公司 这A公司呢 可能那仨指标 鼓励支付率增长率 股权资本成本和小公司 并不是完全一样的 但是谁最关键呢 增长率最关键 所以啊 先根据A公司的数据 算一个A公司的修正的市盈率 就是用A公司的市盈率除以个A公司的增长率 然后再乘以小豆公司的增长率 这前面算出来的 其实是每1%的增长率对应的市盈率 然后乘以一个小豆公司的增长率 截止到这儿 这就得到小豆公司可用的市盈率 然后再乘以小豆公司的每股收益 这得到了一个市价 然后再根据B公司得到一个市价 根据C公司得到一个市价 最终再做一个平均 修正平均和股价平均两种方法的原理小案之后 我们来带入一道例题 小豆公司是一家未上市的高科技企业 公司采用相对价值评估的模型 对于股权价值进行评估 有关资料如下 小豆公司2021年实现每股收益0.4元 没有优先股 这儿咱们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我们所谈的每股收益是什么呢 普通股的每股收益 我们在算的股价 刚才我们说计算目标公司的股价 这股价也是普通股的每股股价 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市价比例 这个市价是二级市场当中 你能看到的市价 我们平时在二级市场上买卖股销 买卖的都是什么 都是普通股 所以我这儿简单强调一下 这个每股收益是普通股的每股收益 公司是没有优先股的 然后2021年年末 普通股股数就是100万股 然后预计小豆公司2022年 以及以后年度利润增长率是7% 那这样G我们就可以得到是7% 小豆公司选择了同行三家上人公司作为科比公司 并收集了相关资料 A公司每股收益0.4 每股股价8 那8除以0.4 这样就得到了市盈率 我们现在就用市盈率这个模型 那同样的道理 B和C都是用股价除以每股收益 这样得到市盈率 好 那G三家公司呢 增长率 一个8% 一个10% 一个6% 这和小豆公司啊 这个增长率不一样 小豆公司增长率7% 那现在G三家公司算出来的市盈率 不能直接用 怎么办呢 第一步 G三家公司算出来的市盈率 加起来除以3 算出来一个算出平均 然后这个平均的市盈率 我再除以一个平均的增长率 这三家公司啊 平均的增长率是8%啊 用这个20除以一个8% 再除以100 就相当于这20除以一个8 这样得到的就是 每1%增长率 对应的市盈率 好 那小豆公司增长率是多少啊 增长率是7%嘛 所以这个 百分之对应的市盈率是2.5 那7%增长 对应的市盈率应该是2.5 乘以个7就可以了 算出来是17.5 就小豆公司可以用的市盈率 就是17.5 然后用17.5 乘以一个小豆公司的 每股收益0.4 这样算出来 小豆公司股价应该是7 那小豆公司的市值 就是用这股价 乘以这股数 2021年年末普通股股数是100万股 这样算出来 它的市值 因为没有优先股嘛 市值就应该是700万元 好 接着我们用第二种方法 股价平均法 我先根据A公司的数据 去算一个小豆公司的股价 A公司刚才算出来市盈率是20 但是这20呢 小豆公司不能直接用 因为A公司 它的增长率和小豆公司的增长率不一样 好 那现在这20除以一个8 再除以100 其实就是20除以一个8 算出来 根据A公司相关数据 1%增长率对应的市盈率应该是2.5 好 那2.5再乘以一个7 小豆公司的增长率是7嘛 所以小豆公司可用的市盈率应该是17.5 然后这17.5乘以一个0.4 这样算出来呢 股价应该是7 接下来我再根据B公司数据 B公司市盈率22 这22不能直接用 好 那接下来做一个修正啊 用22除以一个10 因为B公司的增长率是10% 22除以10代表的是 每1%的增长率对应的市盈率 然后 用这个算出来的2.2乘以一个7 这样就得到小豆公司可用的市盈率 你每1%增长率对应的市盈率是2.2 小豆公司的增长率是7% 那小豆公司可用的市盈率就应该是15.4 用15.4乘以一个0.4 这是第一个股价 这是第二个股价 那接下来根据C公司相关数据 再算一个小豆公司的股价 C公司市盈率是18 那现在这18我要除以一个6 因为C公司呢 它的增长率是6% 这样算出来是3 这是每1%的增长率对应的市盈率 好 那3乘以一个7 小豆公司增长率7% 算出来21 这是小豆公司可用的市盈率 然后用21乘以一个0.4 这是第三个股价 那现在这三个股价加起来 除以3 然后这乘以100万股 好 那这样的针对于企业价值评估的两种思路 就给大家介绍完了 那截止到第六项 和投资相关的内容就结束了 针对于股票债券项目企业 我们是不是要做出投资的决策 希望同学们听完这节课之后 自己做一个梳理 你理解背后逻辑之后 再去学基础般细节内容 就会轻松很多 好 我们这一讲就讲到这 谢谢大家